一个12万公里的网络建立起来 一站世界铁路7%的营业里程 完成了25%的运量 特别对于大宗货物运输来说 铁路的优势更加明显 首都北京往北100公里 一个漂亮的S型大湾 拉出一条已经运行了23年的重载铁路 每天黑色的钢铁巨龙从这里微移而过 这些列车的起点位于山西省大同市 中国的煤都 煤炭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物资 即使在能源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 煤炭仍占据66%的能源消耗 厂653公里的大秦铁路 承担着中国铁路四分之一的煤炭运量 如同大动漫一样 为整个东部输送血液 大秦铁路是中国铁路的西眉东右的专用通道 2002年它的设计能力是达到了1亿多 在经过多次改造以后 在2010年达到了4亿多的目标任务 要在一条线路上完成如此大的运量 需要尽最大可能 增加每列车的运载能力 在大秦铁路 最常用的是2万吨的重载机车 一列车运送的煤炭 如果用再重5吨的汽车来装 需要4000辆 蜿蜒的重载机车 将煤炭源源不断 送往东部的秦皇岛 在这里装上货轮 完成西煤东运的任务 但一直以来 中国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 修建一条长渡市 大秦县三倍的重载铁路 形成一条由北向南的大洞外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黄土高原的土地上 小麦建黄 这里是中条山脉的深处 陈昌征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我们以前去台湾县去鱼城 都要犯这条重条山 早上起来犯到辣妹就前黑了 绵延的山脉山势霞场 曾经阻隔了老陈的出行 也阻碍了猛华重载铁路的修建 穿越整个山脉 需要修建一条全长达18.46公里的隧道 首先面临的是这里复杂的地质条件 沙岩中富含的水顺着盐缝流泻而下 如从174米的高处落下来一样 如果处理不好造成秃涌 瞬间就能埋掉半条隧道 工程师们用钻机向工作面的沙粒内打入深口 注入快速凝固的混凝土浆 等待稳固后才能爆破开挖 挖掘后的隧道要尽快加固 才能保证安全 相对于普通铁路 重载铁路的隧道底部 需要更高的承载力 地基厚度要达到1米 工程师们首次尝试在施工时 同时加固隧道的拱墙和底部 24米的自行式履带站桥 让他们的计划得以实现 工作面上进行挖掘 站桥上面可以行车 下面的工人则同步进行 隧道底部的混凝土加固 在很短的时间内 可以完成一个封闭的环形隧道 在黑暗中 每天面对泥泞和噪音 这就是这些隧道工人的工作环境 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 才使得中国的路网得以四通八达 相比大宗货物的运输 散装货物的运送要更为复杂 让来自不同地方的货物 准确到达各自的目的地 则要依靠另一个系统 货运编组 中国中部腹地 郑州 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得经过这座城市的铁路 比别的任何城市都要多 南来北往 东西奔行的列车 在这里交汇 形成了中国最大的货运中转中心 郑州北站 中国最大的货运编组站 5.3公里的战场内 布满密密麻麻的线路 共228条 这是一辆来自东北沈阳的列车 携带着发往广州 西安 南阳的货物 正在这里进行解体 解体后的车厢 通过不同的线路 与发往各自目的地的其他货物 一起进行重新编组 在高峰期 这里一天的列车处理量 要达到三万多节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形亚飞 郑州北站的一名连接员 连接员的工作 主要就是分别的人说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 叫陶峰 陶峰就是像骆驼的脊背一样 两边低中间高 通过重力感应 将它分解编组 发往全国各地 他的工作原理是 将到达的货车 以倒推的方式开上陶峰 根据显示屏上显示的解挂结束 形亚飞将列车的连接勾提起 解开货车 因重力作用 解挂的货列 以惯性向下加速开进编组场 全自动的制动系统 让货车按照一定速度前行 并轻轻挂靠到已停在编组场的车辆上 而倒叉的转换 线路排列和信号开放 全部在总控室里完成 同样在郑州 40公里外的机场附近 一处巨大的工地 正在紧张时空中 未来这里将被建成一个 集生态公园和高端商务 为一体的大型科技园区 指挥长丁建国 必须加快园区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 那么日美一般是 打到地下的长床走舞 然后到上面来修建 正好是一个L型换车 因为数十家高新企业早已签约 正等待入驻